大家好,我是罪影,今天机会们的秋荒链尔风云再起207版的实况就说这次还是阵天城对着星哥 下半两点选风T,对手闪出,让红丸青角峰位跳中头还轻手再一封 到版面,还是闪出来了,但是这一次战天城好像选出了星哥的这个主力红丸 跳中腿一下,BC没有接住 下半两点就压制跳中的进攻,后撤,下半两点选风T 接BC,BC过后现在又来了,清哥又抓到绝好的机会 最后使用一个必杀地取消,空中接一脚,直接结束 下面来看下一局啊 下一局我们来看战天城的K49,看能不能秀起来 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秀的角色 直接想烧,下半两点接BC,BC取消,接起一个武功烧 30连,K49继续向前压制,后撤一下 然后继续后撤跳中腿,紧接发还是被烧 K49现在在,烧他一下 很久不见有人用这个K49了 下面顺风进入到下一局 他这个披风好像都是隐形的,到最后直接变了出来 直接狂烧,然后跳中腿进攻 新哥的超强主力又出来了,混完 但是K49的进攻还是那么咄咄逼人啊 因为这个招数变化非常多段 哎,跳中腿对着闪除 K49再烧一下,反身为就给他一个回马枪 哎,再次一波,跳中腿进攻 哦,还是被接上一套BC 选择马斯,选择马斯接起一个超比雷光拳,又给他一个致命机啊 但是K49是毫不失落 他也捅出来一个无辜手 还剩最后一地选 哎,BC,BC过后接一个阳光普照 但是被昏晚连续的影子闪闪了出来啊 这个,无解 只能用闪的方法来躲这一招 下面来到占天城的这个库拉 跳中的进攻 呃,接比C 选择马斯 闪地闪地选择马斯 再来一个超比雷光拳 就这样快速的结束了